嗨,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 Google推出的新语言模型PAR-LME 这个模型可不一般哦 它整合了视觉和语言 可用于在模拟情境和现实世界中控制机器人 最近,Google和柏林工业大学 共同推出多模态视觉语言模型PAR-LME 成功控制机器人完成从抽屉拿出零食的任务 而这些机器人就是由机械手臂控制的 让人联想到电影《钢铁人》中的机械小手手 这个模型基于Google的大型语言模型PAR-LME 具有实体化的特点 当接收到指令 例如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零食给我时 PAR-LME可谓具有手臂的移动机器人平台规划行动计划 并让机器人自行完成任务 而且,这些机器人还能够针对在任务期间发生的干扰有应对机制 这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可谓非常大了 另外,PAR-LME模型还可控制机器人自主完成延续人类指导的复杂任务 除了机器人技术外 Google研究人员还观察到 使用大型语言模型作为PAR-LME核心的几个有趣效果 其中一个是,PAR-LME能表现出正向转移 这意味,其可将从一个任务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移到另一个任务中 相较单任务机器人模型能有更好的表现 这可不是科幻片里的场景 现在,AI攻进实体世界已经成为现实 未来,这些机器人还可以应用于家庭自动化或工业机器人等领域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看来,钢铁人中的机械手臂现实中也出现了 未来的科技发展将会更加惊人 让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你对这些关键字感兴趣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